9月26日至28日,第九届泥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区府举行,期间首次创办文物博物馆分论坛,国内外博物馆大咖围绕博物馆连接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展开交流对话。 与会专家认为,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在文明交流互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呢,截止到2022年里,博物馆的数量也多达65座。 2015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博物馆举办的文物出入性展览,多达400多场次。 在国际文化交流动物台上,中国的故宫、兵马鱼和四周之路成为象征中华文明标识的文化品牌。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文化热度不减。 世界最佳遗产组织主席托米斯拉夫·索拉表示,自己去过中国的许多博物馆,大多都可以免费进入。 这使得人们更容易进到博物馆了解文化,建立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感。 We have been praising so many actually among them, sort of a praise of Chinese museums,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What else needs to be said, I think, is that they are free, free of charge, which I think is very, very important. You know, in the West, it doesn't work like that. You know, cultures were always exchanges. You know, China is different, even civilisation. And what I like is to see that this civilisation is keeping conscious effort to remain different, you know, because this is how we all profit. The point is variety. Why I like to come to China, because every time, you know, I see this beauty of the difference. 作为文化窗口,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走出去,走入公众视野, 人们也愿意通过博物馆来了解透视文化。 现在的博物馆呢,最基本的这种教育的方式就是展览, 但是现在目前除了展览之外呢,我们还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比如说针对青少年的博物馆的教育的课程, 博物馆的原创的研学的课程, 或者说是流动博物馆走出去,走进各个学校, 让文物呢在这个教育职能上发挥作用。 目前现在各个博物馆做了很多数字化的产品, 线上的教育,线上的传播,线上的活动也非常多。 博物馆不仅要走出去,还要活起来。 在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金云菲看来, 博物馆的核心使命是让历史和文化能够为当下公众所理解, 帮助今天的人们建立文化归属、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并且要努力用博物馆平台架起文明互建的桥梁。 博物馆长不光是守护着一堆的文物, 更多的要研究它,研究它背后的实在精神, 如何为当下服务。 文物真正地活起来,我认为它文创其实是一个手段而已。 它更多的是让你对文物的感知, 尊敬它,爱护它,甚至敬畏它。 更多的是通过文物的背后看到的人的故事, 看到这种时代的精神, 让它折射出你内心的一种潜动力, 使一种文化的自信与文化的自知, 这才是真正的活起来。